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铺棺材的棉花 说起来嘛,我们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民俗风情 民俗嘛,就是咱们拿白事来说吧 有很多的规矩在这里边 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一个发生在我们村里的事 真的假的呀,我也无法考证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我呢 不过很多老人都说是亲眼见到的 当时那个年月家里边日子也不好过了 可是我们这边呢,死人是有讲究的 你就拿着铺材来说吧 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火葬的规矩 如果老人去世了,都是装棺材下葬的 但是讲究呢,就在这儿了 这棺材呀,得用新棉花把底儿铺好 一般情况下呀,是由女儿或者侄女来铺的 如果没有的,那就让儿媳妇来铺 我要说的这家,没有女儿也没有侄女 老太太咽气了之后,家里边人就忙活着准备后事了 买棺材,扯白布,当然了,还有棉花 话说这家的儿媳妇啊,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就不孝顺 但是也不是特别过分 没到那种不给吃不给穿的程度 要我说呢,换到现在,能有这样的儿媳妇已经不错了 当时棺材买回来,就有人啊,忙着打面糊 然后就让这儿媳妇拿着烧纸去糊棺材 等把棺材里边都糊好了,这就要铺棉花了 儿媳妇不愿意了 人都死了,还用新棉花干啥呀 正好,我儿子的棉衣棉裤都小了,还有个小褥子也旧了 新棉花我就给孩子们做新的 把孩子的这个衣服,褥子什么,里边的棉花呀 都拆出来,给它铺上不就行了 有老人听了,哎,对不起,就不愿意了 说了,那老辈子的规矩 那就得用新的 大娘,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现在咱们家家连饭都吃不起呢 我家买棺材这钱都是借的呢 想看着这要入冬了 我们可是连给孩子买棉花的钱都没有 这有现成呢,难道你不让用啊 那到时候,天冷了,我上你家找棉花去啊 再说了,人都死了,还讲究个些什么呀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儿媳妇当时就把那个老人给顶回去了 这在场很多人呢,都想劝他呀 可是后来一想,又不是自己家人 又不是自己家事,管那么多干嘛呀 他做儿媳妇的不嫌寒宅 我们这些人得罪他,能干啥呀 有好果子吃吗 毕竟这以后还得跟活人相处吧 这死的呀,你就委屈一下吧 结果当时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儿媳妇也把孩子的衣服褥子给拆了 就棉花,就扑了棺材底儿了 按照当时那规矩,死人是要停灵的 一般是停灵七天 但是儿媳妇不愿意 那时候规矩啊,也不是那么死 就给改成了三天 本来老太太入恋之后还挺太平的 可是到了要埋的那天下午,出了事了 听说呀,当时礼都完了 只要儿媳妇把这饭罐子一抱 儿子把那帆一扛 把灰盆一摔,这就算是齐活 这就采启人安乐,入土家宅宁 可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眼着 儿媳妇啊,顶塔抱罐 刚抱起来,就抱不动了 这时候家里边人已经开始跪在地上哭了 她可好,找了个板子上坐下了 一边啊,边上烙忙的 等着抬棺材的都奇得怪了 刚想问她咋回事啊 而媳妇开口说话了 都别哭了 你们都给我说说 这是怎么回的事啊 啊?我死都死了 可是下边不说我 说我身上有生人味 我说那就回来吧 可是啊,下边人说我已经死了 回不了 现在我就这么上不上下不下的卡着 连个收我的地方都没有 而媳妇一张嘴就是一股的老腔 知道的人一听啊 就感觉到这个不是本人 现在是老太太的口气 这一下子人们可炸了窝了 这不邪了吗 死了的老太太跑到了儿子媳妇身上去了 这一阵惊慌之后 人们也是没看出怎么回事的 就有人壮了胆子细问了 可是呢 为了老太太上身的儿媳妇啊 就反复的这么几句话 你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最后没了办法了 有人去请来神婆 要说这事儿还得专业人来做 人家神婆一来就把事情搞清楚了 原因就出在那铺棺材的棉花上 那衣服和褥子连洗都没洗 尤其是褥子上还有老太太美满四岁孩子的童子尿 要说这不还是有伤人味吗 那怎么也说不过去 没办法 一家的人又把老太太从棺材里边抬了出来 撲上新棉花 这回棺材盖一盖 儿媳妇啊 也从凳子上跌倒在地了 脑袋磕在地上磕出了一个大包里 过了好一会儿 人才慢慢的缓过来 别人问他啥 他有时候不知道 就说自己头疼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事儿慢慢的也就淡了 可是我们这边到现在啊 哪怕是用骨灰盒了 还是会在那下边啊 铺上新棉花 生怕已故亲人走不了要回来 故事说到这儿啊 就算是说完了 就是有一点我没搞明的 你说下边真的有那么多规矩吗 还是说这老太太就是故意的要收拾收拾儿媳妇 才找一借口 这么说的呢